7月7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国难日 1937年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华北的卢沟桥发动了七七事变 当时国民党军队装备落后 浴血苦战之下伤亡惨重 中共建政之后歪曲这段历史 导致国民党的抗战老兵还有他们的后代 是受尽了压迫和歧视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他们再次呼吁能够还原抗日战争的真相 7月7号当天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等政要到卢沟桥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与北京各界代表一起出席纪念仪式 规格之高 十分罕见 媒体分析 中共当局的用意在于警告日本 并反击日本安倍政府7月1号 对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等 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 7号上午也参加了三场七七抗战纪念活动 他表示抗战历史在台湾逐渐被淡化 也被对岸掩盖 他说对日抗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民族盛战 也因为国民党军队艰难挺住 牵制日军 驻华民国才得以废除不平等条约 台湾也才有机会光复 据史料记载 抗日战争爆发 既有大型会战22次 大型战役1000多次 小型战斗38000多次 204位国民党军队将领英勇殉国 伤亡的国军官兵高达321万多人 民众死亡至少2000多万人 抗战上校前重庆电讯组组长 韩克明的后代韩良指出 在抗战期间 共产党也是罪人 他们不抗日 在延安和太行山躲着 抗战胜利后 他们跳出来摘胜利果实 抗战老兵杨光景说 共产党建政后 把他打成反革命 文革中又把他关进劳动营改造多年 他希望能还原历史真相 给抗战老兵平反 如今还健在的抗战老兵 年龄大多已经近百 大陆媒体报道说 在中共建政后 他们不被认可 文革期间 许多人被冠以国民党特务 他们的家人也备受歧视 报道举例说 1922年出生的龙韵松是湖南少阳人 1940年被抓壮丁入伍 后来编入国军第八军转战南北 文革期间龙韵松常常被批斗 现在的他体弱多病 生活贫困 另一位抗日战争老兵李宋青 是湖南新宁人 1919年出生 1937年主动入伍 在衡阳被编入李宗人第五陆军 参加抗日赶死队开赴前线 李宋青60年代被打成反革命 常被批斗 劫后余生 近年来 抗战历史真相被逐步披露出来 许多学者和抗战老兵 呼吁中共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去年七七事变周年前 中共民政部把一部分国民党抗战老兵 纳入社保 中国长城抗战网主编贾元良表示 抗战老兵在经历三反 五反文革等历次运动中 能活下来已经不容易 他们需要的是还原历史真相 中共媒体也大力报道 七七事变亲历者的血泪回忆录 77年前的7月7日夜晚 密集的枪炮声把年仅6岁的政府来 从睡梦中惊醒 他回忆说 日军占领宛平城的那年冬天 死尸随处可见 卢沟桥地区的许多村民 都惨死在日本人手中 而那个情景一直印在他的脑海里 一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